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趣秘聞 痛逐抵死 隱隱入星 天下第一期書 藍皮書 逢星期五晚 十點正 和你 朝燈夜到 第二部分 回到藍皮書 我們預告這部分 會說一些藍類問題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 其實都是關於安妮卡的轉變 好好的 正正經經做主播就好 突然會自己創業 還搞一些Speed Dating的事情 是甚麼時候 創業了多久 我是大概2014年的 當時我還在做主播 試完 因為我自己做主播 我經常回通宵間 失去不到對象 我試一下 不如我參加Speed Dating 在新聞部也有很多帥哥 沒有 新聞部有帥哥 但全部結婚 一起結婚 要不就差不多結婚 所以沒有了 試一下參加Speed Dating 又覺得活動挺好玩 其實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做雞仔梅仁 我當年第一次參加Speed Dating 就是26歲 我做雞仔梅仁幫忙撮合 跟我差不多年齡的男生和女生 可能他們那些年齡就經常覺得 我這樣的質素 你幫我撮合吧 二十幾歲這麼年輕 對 處處碰壁 我覺得不如 別人都不領我情 不如我試一下自己開一間吧 其實我那時還沒有很大的決心去開 剛好我的主播朋友Yubi 他又失戀 又是跟我一樣 經常回通宵街找不到隊長 我就試一下叫他 你試一下參加Speed Dating 可能會幫到你 接著他就想想 參加Speed Dating 不如我們一起開一間吧 之後我們大概2014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一個網站 有一個網站之後 就有空去搞活動 誰知道大概一年之後 讓我們儲了一千個客人 因為有很多網上報名 儲了一些客人之後 我們就覺得 都是要全時間去做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就兩個一起辭職 沒有做主播 就去了全職做Speed Dating 但你們初一初做的時候 有沒有一直搞這些活動 一直自己都會找到 有個心意的對象 有啊Yubi 有啊 Yubi就是在 我的拍檔就是Yubi Yubi就是在一百人的派對裡面 認識到她的老公 那她的老公應該都是 跟她認識了一兩個禮拜 就一起了拍拖 我記得那時候那個 就是她的老公 Yubi就跟她說 我們認識了一兩個禮拜 這麼快在一起 很快 很快一天都可以 如果一個女生跟你說 你會怎樣回答 兩個禮拜 我們再多吃幾次吃飯 然後那個男生就回答 雖然我們不是認識了你很久 但是我們已經等了你很久 我想問一個問題 Hita 我想了解一下參加者的心態 你不要介意 如果女生參加 Sweet Dating 或者雙體 會不會有一種心態 會不會有一種心態 好像被人感覺 其實我是不是賣淨借 沒有人要 沒有人追求我 才去參加這些Sweet Dating 會不會有這樣的心態呢 我想 一點點 就是你當可能有三分一 會有你這類的心態 為什麼呢 可能她上班真的會很累 你上班上到好像 你的生命只有工作 你已經沒有了一個自我的信心 即是除了工作之外 你好像對什麼都沒有信心 那些可能就會覺得 我真的找不到對象 我要試一下 但是也有些覺得自己很正 我在Sweet Dating 一定可以找到 歐心水的對象 那些也有很多 那麼 更多就是他們正正常常那些 就覺得 上班認識不到對象 然後又 也認識分年齡 平時又遇不到一些特別好的朋友介紹 試一下Sweet Dating 也無妨 明白明白 其實現在 香港人的Sweet Dating 這件事 就是開不開通 就是以前 如果是早十年八年 就會在外面跟人說 我去參加Sweet Dating的活動 男生或者認識女生 以為你社交那麼差 你一定是死獨男 一定是死宅男 但現在的人的看法 有沒有不同 我想現在多了人參加 因為經常都有一些 男女兩性關係的節目做 然後又說那些 男女女是要參加Sweet Dating 找到對象 類似這些 還有 上班時間 越來越長 那些人 越走 朝九晚八 那些做金融 那些 有些還不是朝九 朝八晚八 那些 所以他們都覺得真的找不到 而現在Sweet Dating 活動的形式 除了是輪流聊天之外 有很多是Cocktail Party Happy Hour 那些 就是讓你拿著一杯飲料 喝酒 打一下Golf 很輕鬆去結識朋友 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收工之後都走 不如去喝杯飲料 看看會不會遇到病人 會發展 其實如果他的 Lifestyle 或者工作習慣 是這麼Hactic 其實到算他找到一個對的 其實也很難發展 有些人 他越沒有對象 對的 就會越用工作去麻醉自己 所以他又覺得 反正我也沒有 做多兩小時 飯也不用吃 或者老闆想看死他 沒有 所以當他有了對象 他就懂得 推裝 沾點時間出來 跟女生見面 明白 但最初你們是 怎樣 就是假網站 很快有1000人 是怎樣做起 也不容易 你先把妹妹放進去 先把妹妹放進去 又不會有妹妹 因為你有妹妹 那些人很敏感 那些人會知道 也會的 因為如果請妹妹 我估計那些妹妹 應該都會心不在焉 不是想跟別人聊天 那些 應該都不專業 在玩手機 周圍網 那些都會影響到派對的氣氛 還有被人知道的話 我們不得點 我們是主播創辦 所以就不會請妹妹 他人數做起 因為我們賣很多廣告 在Google和Yahoo Keyword Search 那些人是Lonely的時候 就會在網站打Speed Dating 然後看看哪間排得最前 然後就光顧那間 通常是 我們就用了很多錢買這個廣告 OK 所以這個方法是吸了最多客人 其實我們都很想透過Facebook賣廣告 但Facebook就是嚴禁Dating Speed Dating Matching這些字眼賣廣告 OK 所以我們做不到Facebook廣告 明白 會不會有些女生是 就是 就是 懶是自己很好條件 然後又要找一些 年生沒有二百萬的 你不要跟我再聊天 會不會懶吊高來賣的 會不會有這種 就是 品味高 十分不夠高的參加者 在我們這裏 通常美女 他們的人工都是很高的 OK 可能他們外國回來的 是做一些 印度公司的珠寶設計 類似一些 比較特別的職業 對 Socialty 他們不是這樣 不會的 即是不會有些很大的上流 是的 他們好看樣子 OK 超級看樣子 即是樣子是最重要的關 我這樣說 沒錯 男女都是全部都 真的只看樣子 不是只看樣子 全部都是第一看樣子 是 無論你的條件多好 是 OK 但是你的樣子是很不懂打扮的 看上去拍到照片 即是衣著 嗯 是 通常是Speed Dating 就是我弄了這麼久 有些什麼秘技的時候 我想出到今天是出貨 是 第一就是你要 你的樣子很有視訊 很Presentable 像你們那樣都可以 是 謝謝 謝謝 一定要很Presentable 要不然 就是 落筆打三更 是嗎 所以 但是 會不會有時那個界線 在哪裡 即是有些人就很喜歡 去說話 但是 說話太多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喜歡 或者太幽默 覺得這個人又沒有來正經 會不會有時候 要裝酷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我想 那條線擺在哪裡 我想正正常常得 即是你的心 不要就是想著 我要說一些 厲害的東西 走去 惹人家大笑 或者我要說 我要裝酷 讓人家覺得我好帥 或者我裝聰明 什麼都懂 你們不懂 即是說一些話題 什麼 什麼航天 那些 全部人不知道什麼 不要 千萬不要 總之你心裡 就把一個 裝字放下 鬥 黃絲下去 打到人 也不行 有些女生很喜歡 是嗎 那些女生是受不了那些藍絲的 噢 有暈顏 就是 一點點的 有些說明是黃絲的 要配合黃絲 有些藍絲 就配合藍絲 即是她寫的 有的 是的 譬如她們就會說 我是很有正義感的 在政治立場方面 希望找到一個 和我品味相當的人 這樣也可以 即是說有暈顏 通常 一開始的樣子是很重要的 嗯 衣著打扮是怎樣 是否一定要穿到老闆 還是要穿帥一點 運動呢 那些女生 需不需要的男生 是健康的 健康 體能好 也是的 即是如果你繼續做運動的話 你的臉色也會好一點 是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平時有 健身 是的 另外如果穿衣方面 最好就是 smart casual 譬如男生 一條西褲 跟著上面一件襯衣 然後再加一條皮帶 沖住他 塞件衣服 進去的那些 即是都萬一一失 是 有沒有那些呢 即是穿衣服 人人都不同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 隔壁套 穿一件 那些隔壁套 有些人喜歡 即是穿一條 賴屎褲 大大件外套 有沒有這些人 或者制集到 是Iron Man Wolves 有什麼 我想 也有 我們 有的 我們有些 試過有一兩個客人 他們很喜歡 每次都是這些打扮 對 然後一坐下 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為何今天這樣穿 因為我喜歡飛車 我飛車也喜歡這樣穿 對 類似這些 但通常他們的 成功領導率 運程都不好 不好 不一般 除非可能會遇到一些很配合自己 如果你是預計要這樣打扮 你就可能只能吸引到一兩個 和你智趣相投 OK 因為很多都是那些 比較普通通 思思文文的那些 其實可以這樣說 其實社會的反應 一些太平衡 兩邊都是很難 很難食物 我想可能他們 如果找到食物的話 會找到一些和自己超隔的 是的 一百句生命重 是的 是的 那你又想想 如果他這麼豪放 他這麼幼 你整個 甘春小妹妹和他背 這樣不夾 也沒有用 OK 明白 那我想問 有些男生一來 可能真的不要介意 有巴掌頭 有螳螂頸 等心 那是真是很愛貌 真是很虱張 那怎樣呢 他們是有權去追求女兒 不要說你長得醜 就追求不到女兒 那你怎樣勸他呢 如果大家都是選擇 那他長成這樣 又打扮也就不回來 那你頭髮又沒有什麼 是的 其實我覺得頭髮沒有什麼 就剷掉了 那些剷光 會不會你有Stylus去幫他 幫他撿一撿 我們沒有 因為Stylus很貴 所以我們都是給客戶 怎樣去改善自己 開個Google的圖案 他怎樣看 怎樣搞 然後介紹一些Salon 給他自己去做 因為我們又不想 別人覺得我們公司很客氣 所以我不會說 你給二三千元 我幫他撿過去 我幫他撿過去 那些人會很反感 所以我會給他一些意見 叫他去改 其實我覺得任何樣子 都可以撿 如果你的樣子是 有很多糊塑 你會看他去剝皮 我看你會看你 我看了很多糊塑 即是糊塑的人不喜歡嗎 分別這樣 又不是 那些人可能不喜歡 一看下去 臉又變得很粒 或者是很多暗瘡 很多頭皮 很多暗瘡 是的 頭髮這些 即是剷掉了 OK 頭髮有什麼注意 我覺得頭髮 那些男生不要弄音 遮住 是 是的 然後膠塑上去 全部拿上去 我覺得是最有型的 是的 那你頭髮要乾爽一點 不要油粒粒 放太多膠塑 有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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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泥才有型的 是嗎 你要泥得其爽 是的 要全部膠塑上去 真的很有型 但大家出來 有什麼活動 玩什麼 通常我們會先給他吃一頓飯 嗯 吃飯的過程之中 我們會有些小遊戲 譬如去問一下他們 一些遊戲卡 我給他們一些遊戲卡 上面有不同的問題 譬如你可不可以用一樣物件 去比喻自己的性格 有人會說 我好像一張瓷子一樣 你保證我不行 不是被人不積棄 你聽過有什麼比較突出的答案 其實有些男生 他們的答案可以 不要那麼直 譬如有些問題 就會問你 覺得婚後應該共同理財好 還是獨立理財好呢 有些男生 他真的聽到這些問題之後 面色一變 我覺得都是應該獨立理財好一點 自己的錢自己管 譬如這些 面對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 你應該想一下 怎樣用風趣幽默的方法去講 因為這些問題 問完之後 其實你 叫做什麼 深入的價值觀 就是你認識了一個女生之後 你再慢慢跟她講 慢慢建立 在大圍場合 你最重要是表現到自己的風趣 大風幽默的面 可能好一點的答法 就會說 沒所謂 一半她的一半自己保持 家裡都要用錢的 又或者說 那些女生都很有錢的 譬如有些女生 我會問她 你們出街 覺得應該AA制好 還是自己付錢 有些女生又很認真 我覺得 應該都是男生付錢好一點 是風道 但是有些答得好的 那些就說 我所謂 我有很多錢 我幫她付錢 那些就很聰明 那些就很開心 那些就很開心 通常 搞一個吃飯 會在哪些場合吃 是否一定要是西餐 還是 打火爐 我猜測不會 打火爐很廣闊 我試過 打火爐的時候 你很吵 那個火藍 然後搞到人們很大聲說話 是 另外就是那個爐太大 搞到那個位置分得很開 那個爐又 我還試過九重鮮 是 九層塔動了 人們根本聊不到 所以搞到活動多了 我現在都有點巧妙 是 就是那間店一定要很安靜 樓底要夠高 是 因為樓底矮 你那些人不停說話 它是會很傳音 回音很大 那麼樓底一定要高 然後那間店要安靜 吃東西一定要簡單單單 對 例如切牛扒 不要弄一隻燒春雞 對 就是 燒全羊 就死不好了 是蝦 要不要學不學 對 那些也不好 那些是女生不懂 就是怕麻煩 那男生撕就行了 但每個人都撕給你 你怎麼吃 八隻蝦就走 真的有些男生不懂得撕 對 OK 我又想問一下 譬如會有一兩個特別錶車 那整隊人都控著她 這樣很難搞 會的 我們就 這些 大家看到這些牌 是 上面有個號碼 是 譬如我今天就是3號的女生 是 那些男生也是編載1至20號 女生1至20號 我是3號 那我跟3號那個聊天之後 3號那個就要退去4號那裡聊 然後2號就退來討談 那假如我是一個美女 通常這個站 那些人各個都是站長 各個都要死都不走 無論如何都要多聊兩句 還要是 走的時候 還要打個顏色那些 就是看著女生 對 還想拿著桌子 我們遲些再聯絡 那一隻 所以就會很明顯 那些被人懶惰了 那些女生其實很傷 是啊 很慘 假如這個是一個美女 這個就沒有那麼美麗的話 那那個就會 那些 那些都會無奈出來 你們安排他們坐這位 會不會有些技巧呢 譬如美女 Good point 就是 不知道叫隔幾個 或者是 卡洞一男女一女 又會不會 撿起來的時候 不會特別奇奇利利的 那些都放下去 會不會 我們會有編排的 事前 會有一個sitting plan 就是他們差不多學歷 差不多學歷 職業那些 我就會編他們坐一台 但是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發現 原來這四個人 都是這麼安靜的 嗯 譬如他們六個人 一台吃飯 通常 已經坐了四個人 很安靜的了 如果再多做兩個下去 很安靜的 就會出事 那我就會 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些熟客 有些可能 來過兩三次還沒有找到 他有空又會再來 那些 我知道他有多話說 那我就馬上側他 他在台上 幫忙做個組長 明白 其實你也很有技巧 嗯 彗陀牙男女看得很準 會呀 有時 有時很多女生 或者男生 他們那一陣子很想找到對象 他們同一時間 參加幾間speed dating公司 所以有時他們 會在同一個場合 遇到以前認識過的人 OK 他們會見到之後 好像很害怕 他們會說 怕什麼 Anita 我之前見過那個人 可以替他調位嗎 是 好 好 馬上過來調 就幫他調位 是 我不明白 但是有沒有 通常參加之前 你說 我最想是 見識的是什麼對象 寫了什麼要求 你們會怎樣去 去 fulfill 那些人的要求 通常參加普通活動 他那天的要求是 多少歲 例如一個25歲女生 通常他都是想認識 那些25至32歲的男生 我會這樣幫他編排 還有他們都有寫 他想認識什麼學歷 我就幫他大概編排 外表有沒有寫 我要肥一點 或者走肥 一點點 一尺高 肥仔其實有著數 我見到很多美女都很肥仔 是的 那些女生是喜歡一些 sporty的男生 特別是年輕人 他更加喜歡一些 sporty的男生 謝謝 那其實經過你們 撮合過有多少個 結婚真的可以開快結婚 很多 如果結婚的 都大概有20個 哇 OK 而且今年好像是好年 我們之前一兩年 撮合的情侶 很多都是今年結婚 是的 所以就 譬如我有些親戚朋友 都是我幫他找到老公 是的 但是 估計有人 不做中 不做保育 不做梅人三代 有沒有怕搞錯 人家亂點 鴛鴛鴦 接著別人的家族出現 會不會出現 會不會出現 是的 所以我每次都會 很重點地提醒那些人 不要太衝動 嗯 有些可能認識了一兩個月 就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對 認識了一兩個星期 就說要拍拖 那樣的 那我就覺得你應該看清楚那個人先 是 就是你要多方面去看 就是譬如 跟他去做多一些不同的約會活動 譬如打球 又或者是 去看電影 就是各方面很不同的東西 去看看那個人 譬如 當他行山行得很累 很曬的時候 他會不會很發脾氣呢 那會不會排隊等 等餐廳的時候 然後很不耐煩 類似這些 那你透過這些方面去觀察那個人 是一個好的人 另外你也要試試進入他的生活圈子 最起碼要加他的Facebook 看看他 全國都不明顯 就像阿正那樣 哈哈 其實有沒有一些人會混水網 即是本身是有女朋友 或者是沒有男朋友 但是想找一些快餐 或者是吃吃吃吃 或者是想騙蝦條 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過呢 我想應該 我們暫時就沒有收到這些情況 但是有些男生 可能是離過婚 有小朋友的 OK 有朋友的 一開始他們就不太敢說給那個女生 是 可能認識了大概半個月至一個月 然後才跟那些女生說 有些女生就會接受 有些女生就會覺得好像被人騙了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 其實離婚人士參加Speed Dating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也是完結了一段感情 然後再去找新的感情 反而還在創傷之中 到經驗 可能是下一個婚人會更好 所以就看看那個女生能不能諒解 如果那個女生不 即是你一開始接觸到她 你知道她是一個比較傳統保守的女生 那你就更加應該老實點跟她說 是 但是通常參加Speed Dating的人的意見 就是介乎什麼年紀 什麼學歷 或者是收入的程度 我們那個年紀最多 就是28至36歲左右 反而是 就是因為通常 通常你四十幾五十幾 你才會先去 不是的 不是的 有很多可能45歲以上的男人 可能他們會有放棄的 心態 特別是他們覺得 還在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 出來又要花幾千元去認識 他們總是 可能不敢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所以才會比較難認識到隊長 所以那些可能他們都會繼續 躲在自己的conference zone 那一日幾個場面呢 會不會全部都是本地人 還是有些外國人 黑人 印度人 他都要Speed Baiting 他都不想要這個問題 我們網站 頭一兩年就是中文為主 是的 所以 所以 多數是中文人的 不過 我們也有在一些 英文的社交網站 做一些廣告 所以 之前也試過 有些活動是會有外國人參加的 那些有特別受歡迎的呢 那些 我最喜歡的鬼佬 不是嗎 或者我們喜歡的鬼妹 等等 其實來參加我們活動的那些鬼佬 他們不是那些很 很王子樣 那些 反而是老老實實 就是 IT男 那些 IT男 或者律師 他的樣子很正經 做老師那一種 是的 那試過有烏克蘭的人 是的 也有法國 英國 和澳洲 那些 那些 他們通常都是樣子很斯文 還有看起來都 像是三十多歲的那些 那些 實際上都是三十多歲 不過他們二十多歲的 那些看起來都像三十多 是的 所以 有些女生就覺得 好像成熟了一些 沒有說 覺得他們特別受歡迎 但是有沒有試過 就是因為 透過你的活動 而認識到很多對方 有 有些人就會 後來投訴 原來這個男生 他真人是怎樣 或者這些女生 有沒有 他非禮我 會不會有些 非禮大俠呢 就反而試過 有一陣子 就拍拖了半年左右 就有一期 那個女生 是去了 加拿大做事 做了三四個月 然後那個男生 可能又有些朋友 介紹過女生 給她 可能她跟那個女生 曖昧一下 誰知道 被那個女朋友斷正 那女朋友就 怎麼叫他斷正 不是 那個女生回來之後 看電話斷正 是 發現 沒有做到那些事情 只不過是向曖昧一下 那些男生最喜歡跟別人 曖昧 然後 發現這件事 就打來給我 然後就問我 Nita 怎麼算好 你說我應該 跟她分手 對 那我就說 那 都應該觀察一下 假如她都不是做些什麼 很大的虧心事 還有 你最緊要看她 會不會有心 去認錯 對 對 還有她之後會不會做些事情 補償 那這些 當她是小錯的話 那便原諒她 但其實以你們的 Out of Us Jay Speaking Italy的話題 女生 會因為男生做過什麼 去到哪條底線 會設在哪裏 就是沒有得原諒 做了哪些事情 是可以給她機會的 我知道 打邊爐吃牛波子 哈哈 哈哈 雞子 你的意思是約會期間 還是拍拖 拍拖 藉由心思 或者對方大家是有好感的 哦 你的意思是分開還是有好感 即是先拍拖 其實男生做了什麼 女生一定無法原諒 在相關裡面的男生 要犯了什麼大錯 然後被人的紅牌出場 我想都是偷食 都是偷食 即是那些 其他什麼都可以談 偷食和脾氣差 對 給她滾 去滾 去滾 是啊 試過有個男生 她是準備求婚的 求了兩次都不成功 因為那個男生 其實她人品很好 不過她就 就是 她一開始認識我的時候 已經跟我說 Anita我是一個比較急的人 脾氣都挺大的 嗯 那麼她最後認識了一個 性格很開朗的澳門女生 那麼她試過兩次求婚 那個女生都不答應 就是都覺得她那個脾氣性格 還沒有降到這樣 但是她們沒有分手的 就是那個女生再觀察那個男生 嗯 所以脾氣性格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即是瘀酒那些又怕不怕 難倒那些 通常難倒瘀酒那些應該不來 應該 沒有錢來的 在外面 在外面自己認識 來我們這裏 通常就是 沒什麼時間去認識女生 第二 就不是那麼喜歡主動去搖女生 嗯 那你就是 除了是個樣貌 還有就是 打扮之外 還有什麼提示給別人 還有就是 相處的過程之中 那就是 不要經常都覺得 唉 都 只是逛街看電影吃飯就可以了 不是做這幾樣 還做些什麼 還做什麼 香港也是這幾樣東西 這樣就可以 加點生意下去 去令那個感情可以 發展得 寬一點的 嗯 那譬如剛才說過 打球啊 或者是 去逛山啊 嗯 有很多很多元化的興趣 去令到對方就會覺得 原來你都會花點心思 和我相處的 你都會有多少想法 和我約會 那這些呢 都會令到對方 會欣賞你的 嗯 那另外有一些呢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 為什麼 之前經常都找不到女生呢 究竟性格上有什麼漏雜呢 就譬如我自己的脾氣差 或者我在事業上太沒有上進心 嗯 又或者是 我實在太群腳仔 太聽媽媽話了 嗯 那你知道是有這三個缺點 是 那你就 這次遇到新的感情 你就要洗心革面 嗯 將之前那些壞事 丟掉下去 譬如聽媽媽話 怕媽媽 是從小到大 我想 要跟媽媽說一下道理 如果知道媽媽不是太過 就是講道理的話 有沒有試過有些個案 是那些女生覺得 那男生真的很群腳仔 譬如她媽媽 會吃飯時 又會打來問兒子啊 你去哪裡 我們就沒有試過那些男生 是敢回 有些女生來找我們幫忙 那些呢 就說回她之前的 Ex 是 就是譬如 送摘花給女朋友 和女朋友 在花檔那裡選摘花 都不僅 還要那個男生打電話給媽媽 媽媽我現在站在花檔前面 這隻花呢 現在賣20元 你覺得值不值啊 這樣 所以女朋友 就因為這件事 受不了 是嗎 怎麼可以這麼弱智 對呀 所以就 這些就要改 如果你之前分手 是因為你的原因 是 好 第二部分又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再回來做Wrap up 好嗎 OK